在美国读二硕 就是拿完一个硕士 在哪一个硕士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玄乎 但是是很现实的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留学的同学 在考虑这个途径 我今天就来总结一下 适合读二硕的三类学生 还有在申请二硕的时候 规划的三个重要的注意事项 好 第一类学生 普遍的就是他们对一硕不满意 可能是因为当时申请的时候 对美国了解有限 还有规划的问题 比如说当时申请的时候 就看排名了 没有看这个项目适合不适合他 比如我们有个学生 他去加大伯克利的工程管理硕士 这就是一个一年的项目 这个项目其实很好 但是他适合 是有一定就业经验的人 你来读一年 然后你接着回去 干你的原来的工作 但这位学生 他是校门进校门 而且是中国过来的 那么他读了以后 才发现这个项目不合适他 但是这一年的时间 他马上就读完了 他也不好取消了 然后再回国 再来申请 所以他在入学之后的 两个月的时间 就开始来准备二硕 他二硕就有很长的时间 来准备 那么他到CMU Heinz读Mism 信息科学 这就非常好 第二类 很多同学 他是比如学文科 学教育 学艺术 他一硕不是STEM 那不是STEM 你的实习期 就只能是一年 那么二硕 他选择STEM 理工科 那么实习期 就能变成三年 而且有一硕 有二硕 你到时候就业 范围当然就更广了 一不压身 好 说到一不压身 那就是有第三类学生 就是他 虽然一硕也是STEM 但是他为了增加自己的就业的能力 他来延长在美国的校内的时间 那么你在读书期间 他首先不占用这个OPT的失业期 而且在校内 他能够有更好的时间来准备自己 这个是很多在中国读本科 美国读硕士的这些学生 他可能在美国的第一个硕士 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加大伯克利 他一年就读完了 没有实习期 你对社会不了解 所以你这样太过匆忙的情况下 你可能找工作就没有什么优势 所以他第一硕士STEM 那么他也想再读一个STEM 这样增加自己对美国的了解 你好进入职场 好 那么二硕的规划 其实比一硕更复杂 它不仅需要了解学生 你更需要了解 美国本地的这种综合的情况 它需要比较强的专业性 这里面我讲三个二硕规划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规划 你不要糊涂 有同学我就发现 他一硕本来就糊涂了 再来个糊涂二硕 那你不是自己担忧自己时间吗 咱花钱先不说 那你要早规划 要找有经验的专家来规划 二硕的规划 一定不能光看排名 你一定要规划你的就业 你要考虑你的投资回报比 就是我读完二硕 我是不是就能找到工作 因为我说了 读硕士的终点就是就业 别二硕读完了 我还就业不了 所以二硕一定要稳 那一硕的专业 如果竞争力差 或者学校竞争力差 那么选择一个好找到工作的二硕 在好的学校 好的地区 好的专业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第二点 二硕要关键注意的 就是你的OPT的规划 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你在美国读了一个硕士的 因为硕士学位的阶段 只有一次OPT 你在一硕 在毕业的时候 一定不能去申请OPT 因为你只要申请了 拿到OPT 你二硕都不能再重新来申请 有的人说 我先申请到时候取消 OPT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取消不了的 你递过去 人家批准了 你就生效了 你要是想申请二硕的话 一定一定不要去 手欠去申请OPT 因为你读完了二硕 你就是为了工作 你好用你二硕的OPT来工作 第三点也是一个误区 就是大家都觉得 我都到美国了 二硕可能更好申请 其实不一定 因为很多同学 读二硕 就是为了换专业 对吧 一硕 你比如本来是本科学心理的 你在学心理 本科学教育的 学教育 但是二硕 一般都涉及到 你换专业的问题 你换专业 其实就意味着两点 第一点 就是你要想进的专业 它一定是个热门专业 所以它申请的人就多 它录取的要求就高 第二 你在跨专业的这样申请 它会对你的 以前的课程 还有你的推荐信 你是不是有很好的原因 来就读新的专业 那么学校会对你有 更多的考察 所以在二硕的材料准备 一定一定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遇到很多的同学 是这个情况 再有就是二硕的申请 对于标划的成绩 和语言成绩依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比如说你要有GRE GMAT的准备 或者是一些学校 比如像CMU 甭管你一硕二硕八硕 你只要不是母语是英文的 你都要考托福 如果你哪个标划考试成绩 是要过期了 比如说托福是两年过期 GRE是五年过期 如果你是有过期的情况 那你要去早考 所以这三个注意事项 一定要注意 好 那么美国确实现在工作不好找 那么越来越多同学能来关注这个二硕 而且现在又是很多的硕士的项目的申请的节制期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一个考虑 很好的一个规划 如果有问题 可以来找后人参加来咨询 好 美国求学就业找后人 我是常老师 你们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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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